Hey guys, this is Yasmin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Again,首先要划个重点 眉眼间距宽并不是说它不好 每个人不同的五官分布,不同的气质 包括同一个人不同的妆容 适合的眉眼间距都会不太一样 有看到过眉眼间距宽显老的说法 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看一下徐瑞芝的眉眼间距 它是比较宽的 全之前相对来讲 眉眼间距也会略开 然后第三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ABK博主 Dasha 三位女生虽然眉眼间距相对比较宽 但是五官和整体妆容都是特别和谐舒服的 而且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什么样的面部特征是宽眉眼间距的天才 加上眉眼间距宽适合什么样的妆容 能让我们的颜值实现最大化 眉眼间距略宽 比如说全智贤和妮妮 因为它们上庭的高度是足够的 所以就算眉毛到眼睛的距离偏大 但是眉毛以上的额头的高度 大概是这一段距离的1.5倍左右 也就是说眉毛对这一整段的比例切分它是和谐的 徐瑞芝的眉眼距离会更大一些 但是它的脸型更长 上中下停五官在纵向上的分布都会更舒展 所以整体看下来就会显得这一段过宽 把几个女生放在一起来看 全脸五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五官比较开 而且面部有比较足的留白 这类特征就非常适合略宽的眉眼间距 面部看上去是比较有疏离感 大气高级的 长宽比方面几个人的脸型都略长 但并不是说只有纵向长的脸型才会适合 其他脸型如果上停的高度足够 五官比较开也是比较适合 在这个部分我们由总到分 先说一下妆容风格 五官分布比较开的话 通常人会气场感更强 所以就算是化妆也是要保持人大于妆 即便是能颜妆也是要保持这个原则 取言之前的这个妆容造型 为什么没有那么的适合它 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 我们后面会讲到 第二个我们来细化一下说一下眉毛的颜色 最不容易出错的就是棕色系 它会让眉毛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然后搭配淡妆的人就会有一种非常高级的疏离感 棕色的眉毛即便是去搭配张力很强的欧美妆 整体装面也会很舒服高级 深色眉毛的它的张力感会很强 所以不太适合柔和的眉型 或者是柔和的面部线条 它需要我们的眉型更有棱角感 更有张力 外加一张线条更锐利的脸 而且眉毛即便是深色它也不是从头深到尾 而是一个有浅到深的间别 造型上这样不要选择披下来的这种长直发 因为这种发型会让我们的视觉中心在面中中间这个位置 而深色的眉毛和它对应的眼妆就会把注意力拉到偏上的位置 所以这样子下来整体就会略显的不和谐 相比之下短发会更加的适合 第三点我们来说一下眉毛的长度 眉眼间距和五官比较开 就会让面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留白感 我们化妆绝对不是说要去把这些留白感给它填满 而是要在本身我们五官的基础上通过化妆来进一步的给整个人这张脸烘托加分 在留白感比较强的脸上如果眉毛过长 上面这块就会显得非常的满 所以相比之下赵丽颖右边的这个妆容会更有呼吸感 更灵动 更有精气神 我们的眼睛长度也是影响眉毛长度的一个因素 相比赵丽颖 星之类的眼睛就会更长一些 眉毛的长度也可以跟着绿绿的加长 为了不影响留白感 眉毛的颜色就可以选择棕色系 接下来第四个 我们来聊一下眉毛的空气感 空气感并不是说眉毛的粗细 因为不同的粗细它都有一个对应的适合的妆面 但是没有空气感的眉毛 在宽的眉眼间距上就会让眉毛看着特别的自立门户 就是和其他五官不是一家人的感觉 尤其是平眉 一定不要过粗 上下边缘也不要处理的太过干净 我们可以在眉头增加一些毛流感 然后前半段的颜色不要填得太实 不然的话就真的会有两根眉毛单独飘在上面的感觉 第五个 我们来说一下眼妆 很多眉眼间距宽的女生 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刚开始化妆的时候 总想说要通过眼影填满这一个区间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并不能达到缩短眉眼间距的效果 而且浓妆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眼影的部分一定要做好层次的处理 这样子人才会更加的疏离灵动 如果填的过满 尤其是层次感比较弱的话 反而容易眉眼显得这块很重比较闷 而且反而容易显得眉眼间距更宽了 修容的话 如果你眉毛上边这块的额头高度已经小于眉眼间距的1.5倍了 发际线这里这样一段 在修容的时候上面这块就不要修了 重点集中在侧边两侧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会帮我们拉高这一段的高度 修容我想主要说一下山根还有鼻梁 如果你的脸型偏长 尤其是中庭已经比较长了 修容的话就一定不要从山根这里下来 一路下到鼻头 因为这样会让你的中庭显得特别的长 然后我给大家标注了一下比较适合的修容区域 之后我们来说一下唇妆 如果你是眉眼间距比较宽的长脸 然后在妆容上面眉毛或者是眼妆已经处理的非常重了 这个基础上就不建议你再去突出唇妆了 因为这样会让面部五官过于的分散独立而降低了整体感 如果想把唇妆的出错率降到最低的话 其实是可以以裸色为主 OK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给眉眼间距宽的女生们一些新的化妆思路 所以一定要记得收藏 因为篇幅有限 我就没有把具体怎么实现的这个妆容教程放到里面来 但如果说今天这个视频我们点赞超过2000的话 我就单独出一期眉眼间距宽的浓妆加上淡妆的画法 打包 Anyways hope you guys loved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Bye by bwd6